希望台灣這個土地上永遠不要有戰爭 地戰呢是需要智慧的 所有的官方文件裡面 沒有一個字說清楚過 美國從來沒有講過這一句話 美國逐漸在把台灣 從美國在東亞的資產 變成美國在東亞可以犧牲的耗材 台灣的逐漸要烏克蘭化了 如果把我們自己所有的身家性命 完全壓在這個美國身上 那對我們來講是不可承重的一個災難 民民黨都在騙著 我們台灣不要掉進到 美國跟中國大陸對抗的陷阱當中 避免掉被強權當成是工具 來談一下兩岸之間 如何能夠走向和平的一個問題 我剛剛到以前的時候 特別到前面去向我們的保證大地致敬 也是祈求 祈求真的能夠國泰民安 希望台灣這個土地上 永遠不要有戰爭 那我們知道和平是最高的一個價值 沒有和平 什麼東西都不存在 我們也了解說 戰爭如果一旦爆發 只要這個戰爭所帶地 不管這個戰爭最後是疏於如何 但是這個土地上的人民已經是輸家了 所以各位 我們在處理我們台灣和平的時候 我們現在要確定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是不要讓戰爭在台灣這塊美意的寶島上發生 我們無論如何要懂得要避戰 但是避戰呢是需要智慧的 避戰是需要溝通的 我們要避戰以前呢 我們要了解什麼 我們要了解相關者 包括我們必須要認識美國 現在很多人談說我們要親美 或者我們要以美 不管是親美跟以美以前呢 我們必須要是認識美國 同樣道理 現在面對中國大陸 有的人說要仇中 有的人說要抗中 也有人說要核中 都可以考慮 但是你要認識中國大陸 他到底他的戰略目標 他的堅持 他的核心的利益 到底在什麼地方 同樣道理 面對美國跟中國大陸如此 面對我們台灣自己 我們也必須要認識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我們的軍力到底怎麼樣 如果今天兩岸之間 有一場戰爭在台灣發生了 請問一下 我們能夠支持這個戰爭有多久 我們會死傷人民有多大 我們的勝負到底可能性有多高 就算我們能夠有了一場 小小的戰役的獲勝 但是持久下去 請問台灣的GDP 台灣的人民的生命安全 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我們在做我們的對外關係的時候 我們的軍事力量的時候 毫無疑問的是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 那民進黨呢現在講就是 抗中保台 他也希望維護台灣的利益 所以他抗中保台 可是他忘掉了美國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美國是 好 同意你的抗中保台 但是後面還有兩個字 美國沒有講出來 就是 for USA 我們中文講 就是為美 為了美國 就是你抗中呢 也許是保台呢 可是最終的結果 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那到底這個保台是怎麼樣的概念呢 其實美國非常清楚 美國可以把一個國家 開始的時候 當成是美國的一個資產 但是到後來的時候呢 為了美國的利益 他可以把這個國家呢 當成美國的一個耗材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叫烏克蘭好了 烏克蘭在剛開始的時候 他當成美國 為了自己北約安全 跟美國安全的一個資產 所以他要求烏克蘭能夠加入北約 希望那個北約呢 透過烏克蘭可以東擴 所以基本上呢 烏克蘭就扮演美國的一個擴張 他能夠威脅到俄羅斯的一個戰略的一個據點 這個時候不要忘了 他是一個資產 可是我們看到俄武戰爭一爆發以後 美國願意去軍事援助他 但是美國絕對不死一個老百姓 也不死一個軍人 美國要求所有北約國家 不斷的給烏克蘭讓他去打 各位烏克蘭現在已經上千萬的人流離失所 各位上千萬的流離失所沒有家人了 跑到歐洲去 在烏克蘭內部不斷的流竄 你們看電視上看到 整個烏克蘭今天是這個國家 基本上再要才重新起來 大概最少個幾十年起不來 國家三分之一的土地上已經買滿了地雷 各位你要知道這個清雷這個地雷要花多大的時間 這個時候烏克蘭是什麼 烏克蘭成為美國的耗材了 記到美國對抗俄羅斯的耗材了 同樣道理各位 美國說 美國說他會保護台灣 但是美國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官方文件裡面 沒有一個字 不是說清楚過 如果兩岸發生戰爭 美國會與台灣出兵的 美國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 有很多人說這是美國的戰略模糊 對不起 這是美國的戰略清晰 他非常的清晰告訴你 我們之間不會出兵的 為什麼不會出兵 我跟大家講幾個概念 各位從二次大戰以後 從來沒有兩個核子的強權敢發生戰爭的 因為彼此都有核子武力 就像這一次俄乌戰爭 美國再怎麼樣去軍援烏克蘭 美國不會讓俄羅斯直面的對決 因為為什麼 因為美國跟俄羅斯都有 怎麼樣 都有核子武器 第二個 美國會介入台灣的軍事嗎 我認為不會 這是一個專業的問題 美國是一個民主社會 民主社會裡面 每幾天就有一個選舉 選舉最怕什麼 最怕死自己的人 各位美國為什麼從越南說測就測 從阿富汗說測就測 因為要選舉到了 再這樣子打下去 死的是美國老百姓 美國絕對不同意的 各位今天想想看 今天如果兩岸發生戰爭 我們看到前一段時間的沙盤推演 美國最少兩艘航空母艦群 死個上萬的軍人會死掉 請問一下美國會做嗎 我告訴你 我不認為美國會做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說今天 美國叫什麼 美國現在很簡單 美國逐漸在把台灣 從美國在東亞的資產 變成美國在東亞 可以犧牲的耗材 各位看到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我們的義務意義 從四個月延長到十二個月 第二個我們看台灣 開始要布雷了 開始要布地雷了 各位這兩個很重要的意義 告訴什麼 就台灣的逐漸要烏克蘭化了 台灣烏克蘭化 這對美國的利益是最強的 我們討論到台灣的安全的時候 美國當然是我們最重要的 可是各位 此一時彼一時也 我們在冷戰以前 我們的確需要美國給我們的安全 那個時候的美國 跟現在的中國大陸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的 兩個不同的圖像了 所以我們認為 要了解美國以後 我們就自然知道 如果把我們自己 所有的身家性命 完全壓在這個美國身上 那對我們來講 是不可承重的一個災難 就是如何把台灣打造成為一個 全球的非戰和平區 各位這是一個我們主動可以去做到的 那我們要成為一個全球的非戰的和平區 我們自己也要做一些承諾 就像我們知道 像全世界現在有兩個國家 兩種國家 它是屬於非戰和平區的 一個就是所謂的瑞士 那瑞士的非戰和平區 所謂的中立呢 它是經過國際條約所共同認可 還有一個呢 就是曾經是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的瑞典 跟芬蘭 他們用自我宣示的方式 比如說 他們認為說 他們不應該加入北約 當然現在他們改變了 甚至他們早期來講 我也不要加入歐盟 他希望能夠維持一個 他在整個歐洲的 一個某種的客觀 存在的一個意義 所以我認為 如果我們要做外全球的非戰和平區 我覺得在政治上 軍事上 再認同要做到下面四點 各位聽聽看有沒有道理 而我這四點呢 我認為都是符合中華民國的憲法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沒有做任何的讓步 但是我們把我們的立場講清楚以後 我們就可以向全世界 操視我們台灣是一個全球的非戰和平區 第一點 我們認同台灣不分裂整個中國 各位這是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會容許分裂 民進黨都在騙著 我們不分裂整個中國 這整個中國是什麼 整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加上中華人民共和的人民跟領土 是整個中國 我們都不可以分裂他 不管台灣的叫做台灣共和國 或者叫做中華民國 或者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面對一個 中國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這個中國 他是我們的祖先 我們都不應該分開他的 所以我們認為台灣不分裂整個中國 這是完全符合我們憲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認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保身大地 是渡海而來的 我們台灣有98%都是漢人的血統 我們這邊大多數的祖先 是來自於福建跟廣東 1949年以後也是從中國大陸到台灣來的 我們完全認同 我們台灣的慈濟也渡回去了 台灣慈濟我知道那個 在大陸方面要蓋保身大地的時候 保身 對 星雲的佛光山也回去 佛光山那當然大爵士嘛 是主情嘛 其實兩岸本來就是血緣 是一家的 台灣人是我們的地方認同 就像我生長在台灣 我出生在台灣 我當然是個台灣人 我也是個高雄人 我也是個台灣人 我既是台灣人 我也是中國人 中國人 我們是中華民國政府 所管轄的中國人 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管轄的中國人 兩岸都是中國人 就像當時的東德西德 都叫做德國人 南韓北韓都叫做韓國人 這基本上台灣人跟國族認同 這兩個是一個可以同時並存的 第三個 我們台灣當然要有軍隊 但是我們絕對不做外國軍事力量的基地 我們也不做外國軍事力量 對抗其他國家的一個軍事的基地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反對美國成為一個資產 現在告訴美國我們剛剛講的 介大使也談到了 對不對 希望我們台灣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有防衛 我們台灣自己當然會防衛自己 但是我們用和平的方法去追求和平 我們用溝通的方法去追求止戰 所以我的邏輯來講 我們台灣不要掉進到美國跟中國大陸 對抗的陷阱當中 各位有的政治人會說 台灣要來協調中國大陸跟美國 那也大可不必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現在沒有那麼大的能量 我們懂得 我們也不見得要做強權上的 不做強權的旗子 我們根本就要從棋盤中離開 我們要從棋盤中離開 我們不是不只做強權的旗子以外 我們要從棋盤離開 棋盤離開什麼 我們避免要被強權當成是工具 被強權到工具 所以第三個呢 我剛剛講 就是我們不作為外國軍事力量 把台灣當成它的基地 第四個 我們台灣的國防也不弱 但是當我們把兩岸關係和平解決以後 大陸跟其他國家都不是我們的假想敵 所以第四個就是 我們的軍事力量使用於我們的自衛 我們的自我防衛 就像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是防衛嘛 我們並沒有去主動去攻擊任何人 各位這四點 完全符合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第一點什麼 我們的政治認同 台灣不分裂整個中國 第二個 是我們的身份認同 台灣也是中國人 第三個 我們在軍事力量的態度 我們不做外國的 所謂軍事的一個基地 第四個 我們自我的防衛 我們當然要有防衛的能力 面對我們的釣魚台的問題 面對我們的南海問題 面對我們的漁民的問題 我們怎麼可能沒有軍隊呢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我覺得做到了四個點 我們可以跟中國大陸去溝通 我們可以跟聯合國民事長去溝通 我們讓他們知道 台灣的人民 2300萬人 是追求和平的 而且是有和平主張的 而且是有和平的方法的 各位朋友 有很多政治人物 不斷的跟你在繞口令 不斷的繞口令 我張亞中不喜歡繞口令 我做事情是非常務實的 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非常榮幸 在寶生大帝的面前 在慈濟公的面前 我祈福 早上 我剛剛在開會以前 我就先到前面去 我拿著三竹箱 向寶生大帝祈求 國泰民安 希望台灣成為一個全球的非戰和平區 寶生大帝 請你保佑台灣 好不好 謝謝